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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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淑金老師 又要來介紹怎麼樣呢 修眉毛還有畫眉毛 基本上眉毛的位置啊 其實眼頭對過來差不多30度 眉頭一個斜角 還有眼尾 眼尾不是說眼球的位置 是你的這個眼尾 在這個位置對上來 也是20 30度 這個斜度 所以眉毛的長度就在這個 眉峰就在三分之二的位置 照眉峰這個位置啊 都有一個差不多0.8公分的寬度 所以要抓住這個寬度的位置 如果不會修眉的人 很怕就是不知道 我這個寬度到底要抓在哪裡 那它這邊有一個微微的長出來了 現在這個角度把它修掉 那我用的是這種 Panasonic的電動的安全修眉道 或者把這個角輕輕的修掉 那現在的眉毛啊 弧度沒有像以前的角度那麼清楚 比較平美 現在很多學員啊 很多女生過度的平美 她以為平美啊 就是把上面的把它修掉 眉峰的把它修平的 然後她就 因為她這個其實我們眉型 還是自然有一點點微微的眉峰 她就有時候過度的去追求到平美 結果就變成眉毛都往下擠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要抓住 就是我們眼睛 眼睛這個眼距有沒有 眉毛到眼球 眼睛的位置有一個眼距有沒有 那個距離還是要開一點 被人會看起來比較開心 那如果平美一直把上面的眉毛 一直往剃掉剃掉就往下一直 就不是人眉毛都變 這眼距就變很短 所以我發覺有很多學員 修眉毛的時候我會發覺說 她把上面的眉毛都剃掉 她只剩下面下眼 所以要注意這一點 這個眉峰啊 這個位置有沒有 要很清楚 那我這邊是不是 要0.8公分 所以我的眉頭應該也要0.8公分 那這個眉毛是不是 這個毛是不是往上長 所以我的一根一根 畫上去 讓把毛補出來 跟這個點接起來 所以我把她的毛 一根一根的往上畫 好 那我這邊的眉毛 是不是 她是不是 毛是不是 跟著 往這邊長了 那我就順著 我就把那個眉毛 在她的空隙之間 一根一根把它畫出來 那我對上來 她的眉尾 是不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是 也是輕輕的 眉毛的頭是不是 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位置很重要喔 如果你有用眼影的人 也是可以用 眼影在底下刷一點眉影 好 再刷一下 那 如果你要再漸層一點的話 在一個咖啡色的 淺色的咖啡色 再刷在底下 這是我剛剛說 有點漸層的效果 然後 這底下 這樣 OK嗎 嗯 這個眉毛可以嗎 可以 你看你的眉毛 左邊還沒畫的 右邊畫起來了 所以漸漸的眉型 她還畫出來的時候 她的五官 也會比較立體 所以眉毛有點漸層 她整個五官 眼窩也會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 這個是 我今天介紹給大家的 眉毛 不一定要是 韓式的平眉 不要過度的去追求 只要是 順著我們自己的眉型 然後微微的調整 我們只要轉一個弧度 一個圓弧 那也是可以把眉毛畫得 很韓式的平眉 那其實它這個也是一種 平眉的畫法 不一定要 把上面的眉封給剃掉 切記 好 今天就到這裡喔 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 在我的頻道裡面留言 讓我知道說 大家想要 在眉毛的部分 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可以提問 謝謝大家